好继续再看到花莲市的民意国小逆风小子 十日围城再度羁押全国 之前获得113年的新北市全国青年碑 田径公开赛100以及200公尺双金荣耀 更大破了全国的记录 成为小学200公尺最佳记录的保持人 而市长魏嘉燕在12号的上午呢 也特别是前往了民意国小颁奖来鼓励 并且也制胜了田径运动服以及运动协 给予徐维城高度的肯定 113年新北市全国青年碑田径公开赛 3月初在板桥举办 国小男子组200公尺 共有185名选手报名参赛 其中来自花莲县民意国小的徐维城 不负众望展现超强攻势 以23秒77的优异成绩 打破大会维持5年的记录 成为全国国小最佳记录保持人 12号上午市长魏嘉燕 也特别前往民意国小 给予徐维城同学高度肯定 颁奖鼓励 并制正田径运动服务及运动协 我想他是花莲目前最厉害的一个逆风小子 在很多的一个竞赛 其实也拿到不错的一个奖项 那在亚云教练的一个调整之下 其实在我们的项目里面越来越强 越来越好 那更在7月多也要代表台湾去墨西哥参加世界赛 那在这边也祝福他 希望在未来如果有办法 那也希望维城能够在花莲 持续的一个发展代表花莲 代表我们国家去参加更多的一个赛事 徐维城加入田径的行列 短短一年多就创下多项佳基 这看似一帆风顺的背后 其实处处都是挑战 很累当然是会很累 但是他的 他的他主要来自于他的不协调的挫折 跟他的柔软度不好 所以他会在学任何的新动作的时候 对他来说即使是很简单的马克超 一个动作他都要学很久 所以他的挫折来自于他的不协调 而不是训练很累 对啊他还蛮享受这样子的过程 因为孩子有成就感嘛 如果没成就感他就算再轻松 他也大概会觉得累啊 你会觉得练田径很累吗 也还好 有的时候会很累 但是教练都会跟我们讲说 那个很累的话就要撑下去 撑完就会进步 花莲的田径人才辈出表现也极为优秀 同时也成为外县市踊跃网罗的对象 提出的条件与资源都相当优渥 指导教练小亚云也衷心期盼 能将花莲的体育好手留在家乡 避免人才流失 那过去花莲也出了非常多的好手 那我们也希望围城以这个为方向跟目标 成为能够让更多年轻的小朋友 模仿的一个对象 那未来我们会在议会 还是在其他的地方 找更多的资源来协助学校 协助孩子们 让他们能够在舞台上面尽情的发挥 拥有这样的好成绩 当然我们都很高兴 也希望他继续保持这股认真的练习的样子 然后继续到国中发挥所长 年仅12岁的徐维城 身高已达173公分 一站上田径场 总让许多选手被他认真专注的气势给震慑 凭借着努力不懈的练习 以及从不放弃的毅力 在各大赛事中连连夺金 跟不断打破大会纪录 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 也仍以示全国田径场上的明日之星 记者徐立琴华联士报道